第47体46到48的体组 我们乘第46体的体干 第47体问我们说 三种液体分别自初温20度C 加热到温度44度C时 何者吸收的热量最多 我们从表上看出来 我们的水加热到44度C的时候要8分钟 我们的甲加到44度C的时候要6分钟 我们的乙加热到44度C的时候要4分钟 用相同的热源加热 加热时间越多 所获得的热量 所吸收的热量也就越多 所以我们发现水的吸热最多 而乙的吸热最少 所以第47体问我们说 三种液体分别自初温20度C 加热到温度44度C时 何者吸收的热量最多 我们答案选的是A水